為了提供好興鄉的鄧煮米 好興鄉農會每年五日在進場 都會把肉粽提供民眾來依照 農會表示 用鄧煮米製作的肉粽 香蕉跟蝴蝶 須到很多民眾的喜愛 每年都公布研究 今年也要推出演唱肉粽 好民眾平常不一樣的煮米 農會跟正班的媽媽是沒用在把肉粽 要來應付住了兩位店長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好興煮米好 好興鄉農會每一年五日在進場 都會把肉粽作為提供 並且每一年不斷求改變 來麻將大家 福興農會主要是產長糯米的鄉鎮 在今年我們冬午節前 就是在冬午節這陣子也在做推廣肉粽 主要是要推廣我們福興在地的長糯米 那今年我們在提早一個月之前就開始做準備 因為以去年的經驗來說 很多客人來詢問要訂購的時候 就已經銷售一空 然後像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推出了一個新口味 就是香腸蛋黃肉粽 然後香腸和長糯米搭配起來 就是口感很好 然後氣味就是口味又很棒 然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訂購朋友們 可以波打我們福興農會的專線 然後要提早訂購這樣子 為了要讓全國各地鄉親都可以吃到 除了可以在農會現場買 還有提供送到處來給我 希望將好享受香腸和長糯米 提供到全國各地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來品嘗看看 新中華新聞創長請 好興趣的彩虹報道